大家好 我是老船長 他是豬腦袋 我們來股票市場 一定要有一個中心思想 那就是我們是來投資的 不是來投機的 很多事情在短時間 你是看不出所以然 但是時間拉長了 你就會明白一個道理 這個地方不是讓你來怎麼樣 玩什麼隔日沖啊 當天沖沖熱啊 可是我平常在跟大家告誡的時候 我發現很少人要理老船長 對啊 老船長你這個傢伙 人家我們每天對不對 買得很高興 第二天我們又怎麼樣 賣得更快樂 這樣子不是很好嗎 但是那個是投顧老師給你們的錯誤觀念跟訊息 沒有這種事情好不好 我希望大家一定要有一種觀念就是 任何人都有可能會說謊騙人 當然包括投顧老師 你不要很天真以為說 他們是投顧老師不會說謊 那見鬼了 能夠講真話的有幾個 你看看檯面上有幾個 上個禮拜五在講什麼 電動車概念股 鴻海MIH 以勝啊 廣語啊 那今天 還講不講不講 這是鴻海 鴻海今天長這個樣子 還講不講 發表電動車很好 對不對 場面 哇 郭董開出來 他開一等級的 當然是最高級別的嘛 不錯喔 問題是 電動車要賣出去了才算數 大家懂意思吧 開始先炒一個氣氛 結果禮拜五 上個禮拜五 哇 一堆投顧老師 在講這些股票 我剛剛點名的 今天我連按都懶得按出來給你看 全倒 那你們禮拜五是 交了會費跟追嘛 追在諸頭山嘛 那今天 今天他絕對不理你的 他今天叫別隻 所以你就應該知道 你跟的就是一個騙子 我老船長 我從來不敢講說 我操作一定是 全市場最厲害 但是我可以跟你掛保證 我一定是全市場最老實的分析師 什麼叫老實 我怎麼做 我就怎麼跟大家報告 你看檯面上哪一個有辦法像我這樣子 絕對沒有 那我在這個週末假日 我的助理告訴我說 我有這個特別會員的朋友 他對於我這個有點小小的質問 那我在這邊 當著大家的面前回答 他說這個 為什麼我們沒有買這個翻倍股 因為你們參加的時間比較早 那前面參加比較早的朋友呢 我們是最後一次是索爾資金押海公公 對不對 沒有買其他的股票 那後面陸續參加的會員朋友呢 好 那麼因為我知道 航運股要整理一段時間 所以請他們七成的資金 放在航運股 三成的資金放在翻倍股 是這樣的概念 那這個地方呢 我也順便跟這位特會的朋友 報告一下 等到呢 對海公公 往上大噴大漲的時候 我也會請你將一部分的資金 來買翻倍股 不要急啦 因為翻倍股要漲很久啊 我就跟你說他用倍數來算 你看他要漲多久 很多人覺得我在胡說八道 翻倍股從去年 從去年而已喔 到現在已經漲了快三倍了 那我只是說 從現在算起他還會再漲幾倍 是這樣的一個概念 到時候我開牌大家就知道 那當然啦 網路上有人在猜 我就知道老船長一定講哪一檔 沒關係你就拆嘛 對不對 你不用交匯費 你自己做啊 那你可能會被洗掉 你也可能會追高 你也可能會殺低 那你不要怪任何人 對吧 對吧 那我們今天呢 要把大部分的時間放在什麼 放在貨櫃三雄 因為喔 在這個週末假日的時候喔 我有的時候會到網路上去看一些 胡說八道的言論 老船長你是不是吃飽撐著 不是喔 我們看一些胡說八道的言論喔 大概 對不起 我們心裡就有底了喔 禮拜一的盤勢 這些類股會怎麼走 我舉例 這個週末假日你看到的 都是在網路上喔 有些平台胡說八道的 都自稱自己是股神就對了 在那邊裝逼 反正就是很爛的一群垃圾就對了 哇這個航運股啊 這個要完蛋啦 對不對 一定會跌停板的啊 然後絕對怎麼樣 不要再執迷不悟啦 我看到的都是這樣的 演論幾乎 然後呢 今天早上一開盤 我們看的是同樣的一個股市對不對 早上呢一開盤 果然 這一些人為什麼一開盤 開低就殺 因為他們在週末假日的時候 看到網路上這些 自稱自己是分析師的 這些垃圾有沒有 哇 告訴你啊 他是股神啊 航運股啊 絕對不能夠爆 開低有人賣 然後接著就 大家就怎麼樣 拼命的賣就對了 拼命的賣 賣完以後呢 收盤就昏倒 對 我剛才節目一開始是不是講 我們的心數要正 如果你是一個用投資的角度 來到這個市場 你不可能 把海公公殺在這個價位 隨便 那是絕對不可能 包括這邊也一樣 各位聽得懂意思嗎 因為如果說 一個獲利這麼好的公司 你都怎麼樣 把它當垃圾再倒 那我請問你 你來股票市場幹什麼 這個是老船長不知道 對 沒有啦 老船長我們看到週末假日 那個運價往下調啊 喔啊怎樣怎樣 我就跟你們講 早上我的助理跟我講這件事情 我聽得就想笑啦 我不是笑我的助理喔 他老師你這個運價往下調啊怎樣 週末假日都這種新聞 我就問他我說 前一陣子運價往上漲 請問一下貨櫃三雄有沒有漲 沒有漲啊 喔 運價往上漲股價不能漲 運價往下跌股價就要跌喔 所以根本不是運價的問題嘛 我可以跟大家講 就算運價下來一些 對於貨櫃三雄來講 營收獲利都是怎麼樣 電子股怎麼樣 望塵莫及的 你聽得懂嗎 那電子股那個基本面爛到爆的 你們拚命買 很好笑耶 我都不用舉例的 因為大部分的電子股 通通都沒有辦法 跟貨櫃三雄的基本面比 你們聽懂了嗎 但是由於你們的心數不正 沒有一個忠心思想 我來就是要投資的 我要買好公司 我不管 我就是怎麼樣 抱著 我告訴你 如果你有這種決心喔 那個什麼阿呆股 這一輩子你都不會賣在阿呆股 為什麼 因為你知道阿呆股是給那些怎麼樣 來到股票市場 看到跌就看壞 看到漲就看好的投資人嘛 那就是追高殺低嘛 那叫做day and night 什麼意思老船長 早晚阿 對不對 你看泡泡龍 泡泡龍 它今年要賺多少錢 你應該知道吧 那明年要配息嘛 它要配多少錢你也知道嘛 算起來十幾%的殖利率啊 十幾%你聽得懂齁 你現在把錢拿到銀行去 對不起喔 連1%都沒有啊 所以你會把長龍賣在90塊以下 當然我們沒有長龍齁 我只是說 你會賣90塊以下的長龍 我真的快笑死了 你來股市來幹嘛 你來犧牲奉獻的嘛 對不對 然後今天早上喔 早上很有意思喔 你知道那個大財經台 跟大老師連線喔 一早我就在那邊聽 因為我週末假日 我功課都做好了嘛 就網路上那些爛貨有沒有 在拼命再講航運股不好啊 對不對 然後呢 哇早上一開盤的時候 你知道那種 真的是見風轉舵的 這些講好聽是叫頭顧老師 講難聽 就是看圖說故事嘛 航運股一開低喔 哇從開始一直連線喔 我們看萬海好了 開始連線一大早啊 那個大財經台的主播就爆啊 哇 航運股利空啊 運價在跌啦 什麼指數要往下啦 對不對 然後連線老師 這些老師就開始跟他講 對啦 航運股不行啦 因為報價在跌 所以這個跌很正常喔 怎樣怎樣怎樣 到這邊都講不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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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這邊不敢講 閉嘴 對 這叫分析師喔 然後呢 他們所謂的好 他們帶會員買的 都是那些已經跌死的電子股啊 還要我舉例嗎 電子股跌得亂七八糟的一大堆啊 大家不要搞錯囉 我常常跟我的會員朋友講 我說你們不用擔心 股票 好的股票喔 壞的不能算喔 就是你基本面非常好的 你超跌了 這種股票 它怎麼下去喔 它就V型反轉怎麼上來 你聽得懂嗎 你如果是買那種爛貨 虧損公司 根本就是炒作的那一種喔 它怎麼下去喔 它要上來很困難 所以說很簡單嘛 這個平台跌破以後 我說過這一段叫做怎麼樣 叫做違背常理的下跌 那今天留下很長的下影線 告訴你什麼 海公公生氣了 你聽得懂喔 未來航運股再往上走的時候 當然要尊重這些均線的壓力 所以我說過 它會走一個怎麼樣 橫向整理 我在上個禮拜五我有沒有講 那橫向整理有包括要破底嗎 老船長已經跟你講了要橫向整理 這邊 這邊整理失敗 這邊要再來一次 既然這邊是橫向整理 我沒有告訴你說它會再往下破 你就不要怕 你相信老船長 那你今天怎麼樣 你會賣在這裡嗎 你會嗎 不可能嘛 那它橫向整理之後呢 它再往下 等到這些均線下來 然後突破均線往上走 那個很快啊 就上去了 聽得懂嗎 我們先進廣告 不要走開 I will be back I will be back 《財政策》 方向清楚 掌握置幅關鍵 雇德投顧老船長 是您谷海中的一盞明燈 雇德投顧諮詢電話 雇八零零五五五八零八 零八零零五五五八零八 您的理財專家 固德投顾 我们拥有一流证券 期货分析师阵容 多空双抢操作 为您累积财富 金融市场汇居多变 您需要更全瞻 更专业的团队 带领您避开风险 再创财富巅峰 固德投顾 洽询电话 0800 555 808 0800 555 808 第二次的融资断头 货柜三雄 那么这个福额 就会怎么样 非常干净 各位知道吗 以万海来讲 从这里沙沙 沙到这边融资断一波 再沙再断一波 断了两波 比较干净 为什么我上个礼拜五 我说航运股 它要走横向整理 早上看到这样大跌 沙下来 快要打到跌停板 一定很多人说 老船长你鬼扯淡了 这个还要再破底 什么横向整理 整理个头啊 对 我们不听老船长 赶快干掉做肥料了 这个老船长什么横向整理 这要破底的 网路上那些人才是真正的股神 要相信他们 干掉做肥料 叮 碰 昏倒 我现在请教所有的观众朋友 一个最简单的问题 大概幼稚园 大班的程度 就会回答了 好 听好 这边开始不让它跌停 开始接 一路往上拉 最后成交量 九万多张 请问你这一段 是谁拉的 是不是你 我先问是不是你啦 老船长 你就明明知道 我们就杀在这边啊 还问我说这一段 是不是我拉的 我问好玩的 怎么可能会是你呢 当然不是散户吧 开什么玩笑啊 散户杀都来不及 吓得半死啊 谁还理什么 你骨骸老船长啊 对不对 但是这一段拉上来是真的还假的 是我造假吗 不是啊 今天往下杀 杀到最低的时候 我跟我的助理讲 我说不用担心 尾盘就收上去 搞不好收平盘 他说老师你这么 这么乐观啊 这么有信心啊 我跟他讲 我说今天底部爆量啊 那散户都在杀 谁买的 各位你懂吗 上个礼拜五七万一千张 今天九万张啊 早上就看出来 今天的量会比较大啊 那底部爆量 是买点还是卖点 当然是买点啊 然后这一段往上拉 这起码几万张吧 这个是散户买的吗 当然是主力大户嘛 谁敢在这边大量的敲啊 那当这些力量进来的时候 就人家已经知道 你这股票断两波嘛 对不对 未来均线往下 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 往上翻扬的时候 那个标的速度会很快 所以我的特别会员问我说 老船长 我这个航运股哦 怎么办 我就说等着赚钱就好 可能会员觉得我 有吃药还是怎么样 还是没睡饱 因为很简单 各位观众 如果你今天买在这里的 我会跟你讲说 你去找别人 你去找那个大魔头投顾 有没有 专门买的股票都对折的那个 那个是首领 骗死人不偿命的 那如果你是买在这的 我也没办法 我讲真的 但是如果你是买在这个平台的 跟我们一样的 注意听哦 我告诉你 你就等赚钱就好 等赚钱你听得懂 因为再下去的这一小段 这个叫做违背常理 这个不会长久的 你放心好了 一样的道理啊 泡泡龙啊 对不对 长龙你如果是买在这里的 你就等着赚钱就好 这一段我可以告诉你 就再第二次的洗融资 因为有很多人 他第一波融资断头 他没有买啊 好理家债 就第二波他用融资买进去 他觉得说 这个地方已经很便宜了 就怎么样 再断一次啊 那主力大户人家会算嘛 你这股票根本 我就讲长龙好了 大家看 上半年已经赚了1.5个股本 你还想怎样呢 各位观众 今年脚拉拉赚三十几块 赚三个多股本 明年配息配个十五块就够了 那持利率十几%国小都会算啊 你电子股怎么比啊 如果要跌的话 那大家公平啊 电子股要跌死啊 老船长你不能这样讲啊 那个航运股啊 只有好今年明年不会好 谁跟你讲的啊 明年一样好 你电子股哦 搞不好明年就倒了 所以很多人都在自己骗自己 你知道吗 买的股票很 没有赚钱的 像这只 这个赚鸭蛋的 叫台阳 各位看 叫台阳 你们去看YouTube的视频 这一天 这一天 几月几号 我教你们把游标移过来 这一天叫做9月30号 你们今天到YouTube去看 9月30号老船长的视频 你们去看 这一天哦 全市场只有谷海老船长说 这一只股票 没有赚钱 是大魔头投雇的老师 集体在叫的 自己的会员拉台上来的 你听得懂吗 然后我说过 他准备要开始反转 一旦反转你就知道了 我讲完第二天开始死 那像这种公司啊 一毛钱都没有赚 你不要跟我讲 这红海的子公司 那又怎样 你就是没有赚钱啊 我管你 什么来讲6G概念股 还早的是呢 5G才刚刚开始 什么叫6G 6G就是卫星连线 各位懂不懂 像中国大陆 它不是会屏蔽吗 比如说你这个YouTube 在中国大陆看不到 那你就要翻墙 翻墙才看得到 对不对 以后如果是 这个所谓的6G的时代 我那时候听人家讲说 美国要到太空上去 打很多的卫星 那中国大陆老百姓 直接跟卫星连线就可以了 手机直接 就是以前的卫星电话的概念 是一样的 那个叫6G 那个八字还没一撇 讲什么台阳啊 那现在那些 大魔头头顾那些 老师还干嘛讲台阳 都装死 假装没有了 我老船长带会员买什么股票 我就敢坐在这边讲 套牢又怎么样 我告诉了所有朋友 航运股我买这种价位就等赚钱了 一张都不卖 那不要讲我们还有一个秘密武器翻倍股 他今天休息没有关系 那么新参加的会员 我都会带你们怎么样 资金做一个调配 尤其是你那个航运股 买了一百张以上的 来找我古海老船长 你就等着赚钱 因为现在全市场 全市场 只有我讲航运股最准 上个礼拜五 放假前我才刚讲 我说航运股要进行一个平台的整理 有哪一个投股老师像我这么准的 都不敢讲 各位说看好看好 看好什么 看好要大涨吗 不可能 再给你看一次 这边注意看 这个平台整理失败 这一段叫做违背常理 违背常理下来之后 我说过他还会在这边打底 这边再来一次 做横向打底 我上个礼拜五才讲的 他会这样延续 也许明天航运股涨一涨 到这边可能又压回 他需要一段时间 因为这些均线 要让他往下弯 到了这边之后 然后跳破 所有的均线 就会开始狂飙大涨 那么在这段时间呢 我希望你一定要记得 如果没有谷海老船长 你今天把海公公杀在阿呆股收盘 是不是要叫救护车 所以没有那么容易的 我常跟你说你就是要来找老船长 你不要怀疑啊 今天一大早我的讯息就告诉所有会员 不用担心 航运股不会跌破前低啊 我所有会员一大早就收到我的讯息啊 我可以准到这样 船长这样子杀你还这么有把握 对 如果我早上没有发这个讯息 每一个会员赔五亿八千万新台币 我在市场待久了 我一看就知道 今天筹码被阻力收走了 所以我希望你有航运股的 你一定要来找我 那翻倍股呢 我们先让他休息一下 那么手上有航运股的朋友 我再提醒你一次 你一定要来找老船长 虽然你是参加大魔头投顾的 那个大魔头有没有 带着你买 买在怎么样 最高点 长龙买两百几十的 万海买三百几十的 你来找我就对了 那种表演的老师 你都不要相信 好不好 我希望你有航运股 通通来找老船长 我的看法跟做法是没有改变的 唯一改变的就是你 因为你的信心会动摇盘中的时候 有一个方法 对 请你拿起电话来 否则航运股狂飙大涨的时候 你只能够干瞪眼叫救护车 现在开始拨打 本服务公司与所推荐飞机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